花莲县着西乡原住民产业服务中心 在23号的动土典礼完之后 就开始陆续动工了 那么着西乡各产业的农民都期待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服务中心 让自己心血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透过农特产品来认识着西乡 花莲县着西乡原住民产业服务中心 就在23号动土典礼完之后 就开始陆续动工 着西乡各产业的农友都期待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服务中心 让自己心血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 让更多人透过农特产重新认识着西乡 以前着西乡的农产品都出不去 因为也没有地方展售 那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产售中心 那我们可以把我们着西乡的好农作物 放在一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可以展示出来 让观光客或是在地的 也都能够知道说 我们着西乡原来有那么好的产品在这里 然后也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手工一些老师 可以请他们来这边做一些教学 真的蛮期待的 农友表示未来有产业中心之后 也会提升农友的包装技术 以及农特产品的品质等等 因为产品上架 产品的水准一定要有 另外也有农友表示过去都只能自己在外面打拼 找展览 找机会去推广自己的农特产品 现在有了这间产业中心就有平台可以互相发挥 记者高双双预理站采访报道